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聊一个话题 聊一下羔羊吃草吃料这个问题 咱们说这个羔羊是没有断奶的羔羊断奶之后咱们就另说了 没有断奶的羔羊吃多少料 怎么吃料 然后草和料怎么搭配 今天给大家具体说一说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见解 有什么不同的意见的话 大家可以在平林区留言 咱们在讨论小糕子怎么喂草料的时候 咱们先说一说小糕子没有断奶之前 为什么要喂草料 好多人都说 小羔羊糕子没有断奶之前不都是吃奶的吗 理论上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特别是咱们搞自玩自养的 那个母羊产的羊羔子比较多 羊羔子一旦多的情况下 随着羊羔子越长越大 母羊的密乳能力越来越弱 就会导致母羊的母乳跟不上小羔羔子所需要的营养 这时候咱们就需要额外的给小羔羔子喂一些草料来补充 母羊母乳之外的营养 一般情况下小羔羔子10天左右就可以尝试着让它吃草吃料了 当然这个料是很少的料 不能喂太多 而且这个料最好是熟料 如果说大家不会给小羔羔子配料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小羔羔子喂开口料 另外好的养食物会反应 我给小羔羔子刚开始拌料的时候小羔羔子不吃怎么办 有个小技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 你可以在给小羔羔子拌料的时候 里边加一点那个羊奶粉 刚好奶粉 或者是说你几点母 用水稀释一下 给它拌一下 有这个气味 因为那个料拌不多少料 最后需要的羊奶也不多 这样的话可以引诱着小羔羔子去吃 刚开始咱们给小羔羔子喂草喂料的时候 那个 那个料的话 最好不要喂太多 大概就是30克到40克 就是说 不到半两 这个量 随着小羔羔子一天天的增加 就一天给它增加个5克10克左右就行 另外咱们不仅给小羔羔子补用椰精料 当然还需要补用草 毕竟小羔子也属于草食用动物嘛 它也需要繁处 饿草的话 最好是那种比较优质的 易消化的 比如说花生羊 不需草 黑麦草等等这些既容易消化 又营养挺高的椰草 另外咱们给小羔子喂草的时候 不要选择那种不容易消化的 或者说酸性不高的 比如说小麦结果 干玉米结果 或者是青橱黄橱 虽然说青橱黄橱容易消化 但是酸性高 小羔羔子有时候把握不住链的吧 小羔羔子容易出现酸重毒 或者是说垃圾性向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怎么给小羔子配料 因为有些养食物不舍得给小羔子买克口料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给他配料了 具体的高羊的精料配比方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格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是高羊断奶之前的精料配比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如果说你有颗粒鸡都玩的更好 颗粒鸡打出来的料它属于熟料 小羔羔子容易消化吸收 不容易垃圾 好 以上就是小羔羔子在断奶之前炒料的一些简单的用法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大家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别人的留言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如果喜欢我作品可以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